Litianam,大家好,我是Mani Tia Kaila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帕马西沃上师 在这个视频当中想要跟大家讲解台称仪式 图拉帕他的供奉的意义 我们都尊重的或者敬爱的一位印度教的 我们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最神圣的化身 或者最完美的化身就是奎师那 他是毕师奴的转世化身 在世的阿凡达 在他的一生当中演绎了非常多 令人可以说是学习和追随所有的这些 给我们人生留下的教学的经典 在他的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幕 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当中有一位叫做Sachibama 他是一个可以说争强好胜 有很高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呢把自己家里的财宝呢 全部放在奎师那的这个秤呢 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他就想表达自己对奎师那的爱 自己是奎师那的唯一这样 他就跟奎师那讲的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就是奎师那坐在一秤的一边呢 他把他的财富金银财宝放在秤的另一边 结果这个重量超过了奎师那的体重呢 奎师那也没有被抬起来 所以呢他这个计划就当时就失败了 然后另外一位奎师那的妻子Rugmini 他呢知道奎师那的最终极的存在的真相 他呢把一片Tulasi的叶子呢 放在这个秤的一边 没想到呢奎师那就被抬起来了 这个经典的背后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至少有两点非常重要的 第一呢就是为什么 Sachibama他没有把奎师那抬起来 但是Rugmini他用一片叶子 就可以把奎师那抬起来呢 因为Rugmini呢他看到的是更高的真相 Sachibama他看到的奎师那是一个肉身 但是Rugmini呢知道他的最终极的存在 是无上的上师 是神明的化身 所以呢他透过了他的肉身 看到了他的本质 他知道只有自己作为徒弟 对上师的感激才能够移动上师 没有任何的物质可以去移动神明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表达自己对上师的臣服 用奎师那最爱的贡品 一片Tulasi的叶子就把奎师那抬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供奉的是自己的臣服和爱 所以呢这个典故也告诉我们 只有我们对上师的臣服和爱可以移动师父 我们所供奉的所有这些贡品呢 他代表的是我们的爱 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在印度教所有的时候供奉上师呢 只要你有诚意呢 你就可以显化这些财富去供奉师父 同时呢师父只会看到你供奉他的这个诚意 和你内心对他的爱和臣服 有这些呢师父的祝福就会第一时间的来到你的身边 给你和家人最大的提升 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台称仪式 他发生的这个源头的这个故事呢 去看到自己供奉上师的心态是什么 而且要超越这个对金钱的束缚 不需要以为这个是一个花销 事实上呢这是一个福报 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去供奉师父呢 这些金钱都会立即的显化的 因为师父不会真正的拿走你的金钱 他只需要看到你的诚意就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静世节这个吉祥的一天呢 去表达自己对上师的爱 感受到上师与上师的合一 以及接受上师给我和家人最大的祝福呢 可以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一天的莲花祖遇的供奉 以及台称仪式的供奉 如果大家对这些祭祀感兴趣呢 可以跟马开拉萨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李天当登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ですね 感谢观看